早在今年2月份 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正式命名是COVID-19 那病毒的名称是不能带有地域、动物、个人或某一个群体的名称 民进党当局无视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以及关于疾病病毒的命名规范 蓄意的使用污名化的称谓 用心卑劣 我们一直坚决反对 字幕包装应该继续